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战争的本身 对美国的利益是超过战争的本身 为什么 给美国所有以后的政治家走向台湾 开启了一个最好的头 现任美国最有权力的人 现任议长 如果说今天Nancy Pelosi在台湾和中共国 和美国世界经济和俄乌战争 在这种情形下去的 那Nancy几乎就是宣布了台湾独立 而且没有人可以再阻挡美国任何人去台湾 总统再去都不是什么热点 这就是啪啪啪的拿屁绷那个高艳艳的老公 和王岐山拉帮套的那个王洪光中国军人的脸 这个北约的这个将军说句话特别好 他如果Nancy Pelosi去了台湾 他说只需到台湾站一站就行 就回来就行了 他说基本上全世界所有人都认为台湾是独立的 最重要的事情在军事上从此没有界限 也就是北约日本任何的军人军队去台湾到台湾驻扎 那就正常 而且说马上日本就会宣布 台湾所有的军人都到日本培训 日本军人要跟台湾交流 那就等于派兵进入台湾 然后日本就开始说我在台湾那里帮助他设安防 就是把你视为一个等同意国家主权 然后日本就马上修宪完以后就说只要台湾战争 同时就跟日本联动 别忘了美国在日本的NMD TMD 就是国家防导弹系统和地区防导系统 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防导系统全部都跟台湾联系 那就是共产党在打台湾的可能性永远不会存在 那个时候如果是日本和欧洲和美国联防台湾 他的目标应该是福建以西一千公里 就是我的打击目标就是中国内部的一千公里 广西 上海 山东 威海 青岛这里 中共福建到日本八百六十公里 日本会在台湾以往西推一千公里里内来作为打击目标 那这一切就结束了 如果Nancy Pelosi到了台湾 共产党彻底完了 共产党嘎奔完了 中国人少死人 少动乱 如果是Nancy Pelosi上去以后 共产党又死又不死 撑个三五年或者再多几年 中国人死人会更多 中共我觉得最后一定是封锁台湾 进飞区 只要Nancy Pelosi一飞一定进飞台湾 我现在我觉得Nancy能飞到台湾的成功力 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佩洛西会有很大的可能性不去 这个事太大了 然后如果她要去的话 我认为一定是封锁台湾 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 开战的可能性并不大 封锁以后双方较量 最后讲述拉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